她用价值百万的观音讨好权贵 可不料刚打开盒子 观音的手就掉了下来 众人瞬间脸色凝重 静静等待着一场灾难 好在唐夫人老辣圆滑 菩萨帮夫人挡灾了 岁岁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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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院长夫人表面看似不生气 下句话却让气氛降至冰底 不过月宇 你说挡灾 我会有什么灾 这段对话出自2017年的博产黑马血观音 该部影片全员恶名 官商勾结性清廉门明婚 简直高潮不断步步惊心 唐夫人是将军一双 凭着高潮的社交手腕混迹于正商养介 通过倒卖古董牟利 还有不少商人找她牵线做生意 唐夫人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唐宁千姿百妹 惯会笼络人心 小女儿唐真看似性格乖巧 实则狠起来比谁都可怕 虽然只是做些端茶送水的 但却对权贵们的秘密谈话得属于心 只不过这一家三口的关系 可不止名念上这么简单 唐真名义上是唐夫人的小女儿 实际上是大女儿唐宁讨好权贵时的意外场 为了保住唐家的颜面 让唐宁这朵交际花依旧交妹 唐夫人对外始终宣称唐真是自己的女儿 只是这在上流圈子属实算不上秘密 面对院长夫人明晃晃的嘲讽 唐夫人依旧微笑应对 这便是她能屈能伸的人情事故 也是她近期最大一笔生意的靠山 不久前 唐夫人听闻上面准备在秀山开发土地 所以决定把握这个机会发笔大财 只不过单靠自己是没有那么多资金的 于是她便宴请农会的林一元 暗示她挪用公款去买地皮 林一元觉得有风险 便托唐夫人拉几个政商界的名人入局 毕竟权力越大 掌控的范围就越大 这个主意也正中唐夫人的吓唬 她的目标是主席候选人王院长 只要王夫人卷进这件事 那么下一任主席便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王夫人也给面子 将自己的私人画展交给唐家一手操办 然而一把扇子五十万 一副破画上百万 表面上是售卖艺术品 实际上是权力的交接 权贵云集的宴会上 唐夫人让小女儿唐真去拿送给王夫人的礼物 谁知道她路过院子时 不小心看到姐姐唐宁女下人的禁忌场面 唐真的手一抖 手中菩萨像也掉落在地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一幕 晚上参与炒地的权贵们陆续到位 只要联动好每个人 这件事就稳了 然而推杯换盏间 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借着酒精床进来 他自称迎剑鼠的小青龙 因为鼻子太灵 便也想过来分杯羹 大家纷纷面露不悦 但秀山开发的事情 对方还是有点话语权的 唐夫人向唐宁使了个眼色 她便利落地将人带了出去 这个母亲为了攀附权贵 竟然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 而为了得到妈妈的喜爱 唐宁将所谓的小青龙带入屋内 三言两语 便以两百万的筹码买通了她 众人觉得炒地皮的事情稳了 便提前设宴庆祝 然而此时 却发生了一件轰动世人的惨案 那就是林一元一家惨遭杀害 只剩下独女林偏偏躺在重症监护室 警察局的署长亲自带队调查 大家怕查出自己炒地皮的事情 纷纷跟她套近乎 可署长却软硬不吃 然而一转眼到了晚上 署长却出现在了唐家的私人宴会 原来署长和唐将军是不交 早已被唐夫人拿下 晚会上她一拍桌子 让手下料队长往情杀方向去考虑 原来不久前 林偏偏与自家马夫的恋情曝光 林夫人气得将马夫逐出家门 也就是当天晚上 林家就发生了灭门惨案 所以逃跑的马夫有重大嫌疑 但谁都没想到 嫌疑人马夫被唐真藏在了自家的后花园里 另一边 唐夫人看出廖队长是个刚正不恶的角色 便放唐宁前去拿下 只是还没来得及行动 林一元挪用30亿公款的事情突然暴露 涉事的人全部被调查 唐夫人也被带进了警局 炒地皮的事情随之被报道出来 上面迫于压力也将地点从秀山换到了离水 这样一来 一桌子权贵的钱全被套牢 唐宁焦急地等在警局门口 为了保住母亲 她只能像从前一样牺牲自己 凭着从小到大的八面玲珑 她很快将廖队长收入囊中 然而在廖队长办公室的墙上 她却认出了贴的嫌疑人照片 正是被自己母亲重用的家母 唐宁不敢相信母亲会是背后的操纵者 可廖队长又告诉了她一件更劲爆的消息 就是那30亿巨款在海外洗了一圈 全部转到了唐宁的账户上 还在目前的开发地理水买了大量的地皮 原来这一切的策划者都是唐夫人 她先是炒热秀山 拉王院长和一众官员入水 又灭了林医院满文 将炒地皮的事情披露给媒体 导致王院长下台 让自己的情人缝秘属上位 最后再把一切的罪名都推给女儿唐宁 在这场全世的游戏中 唐宁成了坐收渔翁之力的赢家 唐宁跌跌撞撞地回到家 唐夫人已经因为没有证据被放了出来 她望着自己所谓的母亲哄笑 女儿当了妈妈一辈子替罪养 如今幡然醒悦 决定和情人一起逃往国外 只是这次她还想带上女儿唐宁 车上唐宁将母亲的阴毒狠辣尽数告知 唐宁听得流下泪来 说自己要跟真正的母亲唐宁走 不过她要先打电话别老是请假 老师好 今天我妈临时要带我出院门一趟 想给您请假几天 我妈的朋友开车载了我 大概三天左右 然而镜头一转 电话那边竟然是唐夫人 她毫不掩饰地让唐宁接电话 凌凌啊 回来啦 就算你真的出海 你可以想我吗 唐宁望着这个背叛自己的亲生女儿 心中五味杂陈 在唐家这样一个大人当中 哪里会有单纯的人 唐真表面看着人畜无害 实际上心机颇深 她和凌家独女凌天天同时爱上了马夫 可唐真只有替两人钉烧的份 有一次她好奇两人的谈话 发现自己的好闺蜜竟在嘲讽她是私生女 两人的笑声如刀子般捅在唐真的心上 于是她故意向凌夫人透露凌天天私会马夫的事 本想就此拆散两人 没想到当晚凌家面门 只剩下凌天天一人躺在病床上 唐真在旁边彻夜看守 直到她病情恶化 呼吸急促地求救 也没去叫医生 她太清醒也太狠心 知道亲生母亲无法逃离外婆的掌控 于是在唐宁义无反顾上船时 唐真选择了留下 游艇驶出码头 海面突然传来一声爆炸 一切还是在唐夫人的掌控之中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 唐真想办法将马夫送上了火车 没了林翩翩的阻挠 她大着胆子向马夫表白 却没想到马夫给她上了最后一刻 也夺走了唐真最后的善良 她趁着漆飞的夜色纵身跳下火车 十几年后 唐真继承唐家成为上市总裁 唐夫人并未躺在医院 医生告诉她 唐夫人本人不希望抢救 然而唐真却要求 无论如何保住外婆的生命 一定要承认百岁 万年复活 因为她知道只有活着 才能很久的痛苦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我是枕头猫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